婚姻亮红灯 以婚难出轨的五种心理解析 心理一 寻找恋爱激情 这种男人可能多半觉得自己的婚姻是不幸的 也有可能是别的心理 他也并不是对这个女人没有一点感情 他时时也想着她 在家里也常常真的因为你 而对妻子心不在焉 他会对这个女人说 我一生中最爱的两个女人 一个是你 另一个是我妈 这正是他要的感觉 他希望在他稳定的生活状态下 找到恋爱时的激情 心理二 外遇对象的追求能满足他的虚荣 你要嫁给他男人得意的是 这个女人还真爱他 害怕的却是会被女人缠上 这种关系的结束 大多都是从那个女人提出让他离婚 他想嫁给他的那一刻开始的 不过外遇男人不想很快离开他 便采取迂回战术 直到女人熬不住了 不顾红颜大怒 发誓离开他 问题是女人大多不愿意承认自己爱错了人 当男人一句温存话 外加几滴 鳄鱼泪 女人又轻易忘了先前的伤 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痛 心理三 寻找婚姻外的激情 当一个男人在婚外表达爱情时 心里只想占有这个女人 他不会幼稚的想到要和他结婚 他觉得自己老婆不错 而女人在表达爱情时往往憧憬的就是一段完美的婚姻 两种不同的心态构成了男人和女人在婚外恋时的巨大心理差异 一个男人在经历了婚姻的新天气候 便开始蠢蠢欲动想出轨 但家庭对他来说是个安全的港湾 虽然在不断寻觅他所憧憬的激情 但骨子里却是一幕幕黄色的插曲 心里四 成熟男人的魅力让他倍感自豪 他们身上有着成熟男人的魅力 备受妻子的欣赏仰慕 这种状态让他们骄傲和自信心理不断滋生 他不会去那种下三滥的地方 那样借巴安全又消费不起 找一个安全又不花钱的女人 只需要穿一件爱情外衣 丰富的感情世界就得到了充实 生理问题又得到了解决 五 只恋爱不结婚 他不想要婚姻 就会找各种借口与你分手 这种时候 他已经很后悔 把和你的关系发展得太深 弄得自己疲于奔命 他此时考虑的是 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了结 最好是你等不了一走了之 或许你还觉得对不起他 不管怎样 千万不能影响他的事业和家庭 在你做出决定 下狠心要离开他的时候 他又会流着浑浊的泪 说他心已碎 各种表白信誓旦旦 你不得心 我会让你 我会让你 那你会让你